自创党以来 那国阵当中的主干成员 多数都是以单一种族斗争的政党 大家结合在一起组成政治联盟 那因此国阵里面呢 就有代表马来人的巫统 然后代表华人的马华 还有就是代表印度社群的印度国大党 不过啊 有些时候 这些政党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种族权益的时候 难免就会顾此失彼忽略了其他族群 那因此呢 副首相兼巫统老儿阿穆扎西 今天就向盟友们喊话了 要成员党向巫统看齐 在堕隆选民的时候 不要看肤色 欢迎订阅与伯统老儿阿穆扎西 副首相阿穆扎西 今天前往老巢巴耶拿都 出席巫统帮助人民2.0的推荐活动 那他就提醒那些在国阵内的单一种族政党 不应该只是维护自身族群的权益 而应该要学一学巫统 拥有照顾各个种族的精神 另外他也提醒国阵所有党员 不要趁大选的脚步靠近了 才来露脸搏板面 因为照顾选民不是季节性活动 adore 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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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